克隆自己想清楚 再給你幾個小時的時間 不然我接下來上這段節目 我還是每天早 就是說這種節目 當然大家可以說它是言論自由 可是有些紅線是不能採用 比如說涉及種族、膚色、性別 或者是談了這一種對身上人事 就是說有各式各樣近視其視的資源 或者是善笑、嘲笑 這條線是不能採用的 就在這種節目裡頭 你可以虧任何人 比如說虧穿美頭髮 這個我都還可以接受 但是有一種 這種線是不能採用的 那你主持人聽到來賓這樣講 你的反應 你可以待落目擊 或者是直接把這一段剪掉 那如果現場當時有這個狀況 你可以說那是來賓個人的事情 問題你剪 然後剪了剪上去 那他就必須道歉 那當然來賓的發言 也許跟他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他現在的這個態度 就讓大家更要去質疑他 你到底知不知道這件事情很嚴重 只是我個人對他 希望他道歉的原因 他的注意指示人也道歉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 柯隆自己想清楚 再給你幾個小時的時間 不然我接下來上這幕節目 我還是每天找你 那我們也要在這邊強調 雖然不分區名單 有這個先後的順序 但是我們就是 民進黨就是因為看重 然後也希望可以借重 陳俊漢博士 他在法律以及傷害者 權益方面的投入 才會提免他 作為分分區的立委候選人 陳俊博士 也非常的願意 參與民進黨的政治活動 包含造勢晚會的場合 來讓他的唸他的聲音 也讓更多的社會大眾聽到 所以我想在這邊 還是回應這個王詹先生 不要再因為 陳俊漢博士 他有身障者的身份 而去先有一個刻板印象 戴上有色眼鏡先入為止 我們還是希望他尊重 陳俊漢博士的主體性 請他不要再繼續用錯誤的觀念 來認知